接下來看看科技戰 那麼有一個最新的畫面是來自於挪威首相 他去訪問中國大陸 大家在高鐵上面接受央視記者的訪問 聽聽這段訪問內容 所以它是很驚喜的 而且是有機會看到一個重要的部分 其實除了快和舒適的地方 這也是非常環境適合的 例如說,在農業上 這只是約6%的飛行機 和約11%的車 所以它是非常環境適合的 我明白中國已經考慮過 甚至更加快的飛行機 我聽聽聽 那是正確 但你能夠移動 當然這段訪問就是挪威總理 對於中國高鐵的最大的背書了嘛 那基建是中國大陸的搶項 梅隆高鐵被縮14號開通之後 連接的地方可就越來越厲害了 包括連接的廣州的越東環線 深圳梅州縮小了 大概只要1小時36分就可以到達 對於整個環狀路線的開通非常重要 因為像以目前龍川西這個段落 這段鐵路的開通之後 往南包括了香港 包括了深圳的地區 整個廣州完全打通了大灣區 行程的越線列車 穿越了汕頭汕尾這些位置 等於是整個大灣區大幅的提升 在交通上面的貫穿跟實力影響 那麼大陸還有一個最新在北京開通的做法 因為這段時間從疫情之後以來 很多國外旅客到中國大陸去都有困難 也就是沒有辦法支付啊 因為大陸很流行的所謂電子支付 對於其他的外地遊客有困難 北京直接開通地鐵 外籍旅客用外籍的信用卡 就是你自己國家的信用卡 就可以全線的使用 北京所謂的軌道交通票物都可以使用 那就當然大大解決了 這個外籍旅客在當地旅行的困擾 也成為中國大陸內地的第一個例子 科技站當然不得不講手機囉 10號那天蘋果跟華為同時宣布上市之後 現在這個所謂三折機非常的高價搶翻了 那已經被炒到15萬天價 那二手平台甚至出現現貨才剛賣完了 就變成二手平台 現貨直接炒賣 可以遠超過這個原本官方起價才19,900 現在可以賣到15萬 那為了說中求節送禮還有人喊到20萬人民幣 這個太誇張了 真的是離譜到快要台幣百萬的這個價格 那如果來看看這個手機到底有什麼好處 居然有人360集團的董事長 他來幫他背書說哪裡好 因為可以蓋泡面 聽聽他怎麼說 我這兩天在研究iPhone和Mate XT 我確實覺得華為的硬件創新確實遙遙領先 有時候在這些公眾場合我很尷尬 我想借打電話演示自己 我拿個iPhone根本遮不住自己的臉 可是有了華為的Mate XT就會不一樣了 你看我這樣遮著臉根本看不見我是誰 工作忙的時候吃泡面 手機很壯的一個功能就是要壓住泡面蓋 用了華為Mate XT泡面的味道更透澈 煮得更熟味道更好 我發現Mate XT的新的優點 隨時向大家揮報 這麼貴的一台手機拿去蓋泡面 當然要強調他科技上不怕熱嗎 不怕水嗎 那要遮臉為什麼要把臉遮起來 好啦重點是蘋果跟華為這場大戰如何 那台灣聽起來似乎蘋果賣得也還不錯 但是華為的三折手機校正蘋果外媒認為 有個重大的意義在裡頭 因為美國的制裁讓中國大陸的整個科技 半導體的產業直接大躍進 不但沒有阻斷它的發展 反而讓它獲得了更多關鍵的外國技術 在自己研發之後先進晶片的晶片 及製造的能力幾乎是大跳躍 而8月份還有個數字讓外媒也很驚訝 就是汽車銷售量 整個大陸市場當然內捲的情況之下 前五強比亞迪自己國產的汽車電動車 幾乎是包辦了前四名 那麼中國民眾最喜歡的是 四十個車款前五名比亞迪 然後還有海鷗四萬塊 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兩 對不起的銷售量也奪下了冠軍 一個月賣一百萬輛電動車 這嚇壞了很多國際的汽車產業 單月電動車銷售一百萬輛 真的是跟去年成長百分之三百分比 其他國家都覺得望塵莫及 那整個車企 積極佈局海外 Bloomber認為 北京要電動車技術留在中國 就算近期準備要在西班牙 泰國這些有建廠計畫 但大陸的商務部 七月跟十幾家的汽車製造商 所舉行的會議裡頭 仍然希望把汽車關鍵零件 留在中國國內生產 而歐洲卻市場慘 但西班牙首相Sanchez 在出訪中國大陸之後 呼籲歐盟要幹嘛呢 刀下留人 重新審視是不是有高關稅 會來對抗中國大陸的汽車進口的 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因此你看看中國大陸 因應的措施也不一樣 他對歐盟現在也還在保留的態度 繼續協商 但對加拿大直接祭出了 最嚴厲的這個反制措施 高關稅一起來打 亮哥 怎麼看 最新你看到高鐵上 訪問一個挪威首相的畫面 最近是西班牙跟挪威首相 都去訪問大陸 西班牙首相擺明了就是希望 中國的電動車或者是電池 去西班牙投資 我認為這個會成真 中國大陸大概 設定大概在歐洲要投資六個國家 都跟電動車有關 也是用這樣來化解歐盟 對電動車磕稅的壓力 有一些他就用關稅的恐怖平衡 大家來談判 什麼這個豬肉 乳製品 白蘭蒂等等等 那挪威我覺得可能就是 他大概是看到新疆養的這個鮭魚 搞不好會追過挪威 真的嗎 真的 新疆養的鮭魚怎麼厲害 新疆因為 這個就是三文魚 本來都一直以為是挪威最厲害的鮭魚 現在新疆全中國 它已經超過華東了 而且挪威的鮭魚出問題了 過度集中繁殖 還要染色才有鮭魚的紅色 真的 因為新疆財太大了 他們已經找到一些技術 比如說用礦物質 還有用維延量 然後讓湖水就接近海水的 這麼厲害 對 真的是做到了 新疆現在是中國鮭魚最大的 不是只有哈密瓜 不是華東 是 它這個地方常常這樣 就是集中做某件事 然後就變成中國第一大產量 棉花也是 番茄醬也是 辣椒 辣椒對不對 辣椒不要講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點緊張 那就去找其他的商機之類的 我覺得華為三澤基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當然是很多是炒作價 太誇張了 好貴 這個就好像你在台灣聽到新裝 一瓶可以賣到70萬 有點類似 要看實際成交 它跟蘋果是不一樣的 它是特殊立基市場的產品 高價 蘋果那個是一般人用的手機 一般人使用的 所以市場其實不太一樣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陸迷信送 看到華為發布新機的快速 其實也證明一件事情 它的晶片發展 真的沒有被圍堵 反而更快的進階跟成長 其實用在軍事上 這也是美方最擔心的 所以基本上 美國發動的晶片戰爭 就是在封鎖你高端的 5奈米以下的 事實上28奈米的用途 遠超過你5奈米以下的 因為你家裡面洗衣機了 烤箱了 什麼都在裝成熟產品 對 電動汽車也是 所以成熟產品 中國賺了大把銀子了 它佔了全世界的產量的 百分之多少 對不對 那至於軍事上要用途 我告訴你 軍事上用不了像手機那麼小 3奈米 2奈米 你華為已經可以做到5奈米了 那你再往下走 頂多是良率不好 軍事用品誰在乎你良率 你100片有一片能用 我就可以用在軍事上了 所以晶片戰並不是大家看起來 好像中國會一敗塗地 何況華為你再給它幾年 它就2奈米了 至於現在你所謂 飛機上不像我們Apple手機那麼小 飛機上多大的晶片都可以裝 何況華為5奈米都做出來了 對不對 它用折疊的推加的方式也可以 所以這個問題晶片戰 只是政客炒作了 台灣最糗不著的就是說 我們有最好的排機電 要被美國活生生搬走 等到你將來你就沒有競爭能力了 因為股東是人家美國的 藏在美國的 將來你可以獨霸天下 所以這個問題 包含我們的政府 厲害得失都不會計算的 就是只曉得抱美國一條大腿 你像軍售當凱子 潛艦 潛艦我告訴你 那個編預算剛剛正亮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就是讓美國找點錢入袋 東西我們出不來 真的出不來 他還比不上30年前我去爭取外購 那個時候林毅方要國內自治 我就反對 因為我知道潛艦裡面東西太複雜 敏感的紅區太多 Output license不是你那麼容易 今天海坤號為什麼出這麼多問題 太多的零組件 人家外國不能按起給你 Bug太多 而且你還整合上有問題 是 所以那個時候我是主張買 而不是自己造 你現在造的還是30年前的技術 對 那個時候我主張買了 走過203 209 要不是陳水扁搞了個四不一 沒有把小部區惹翻了 我們那個時候就買到203 209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看到挪威首相在大陸高鐵上接受訪問 那也是一種象徵意義 什麼叫挪威 挪威是幾乎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 福利最好 而且很重要它不是歐盟的國家 根本不屑於參加歐盟 挪威的首相坐高鐵最重要的一段 也是最賺錢的一段 從北京直接到上海 請大家注意 我希望所有人聽到這訊息 你自己判斷大陸高鐵好不好 應該是做一下這個 如果你不要跑這麼遠 你跑到濟南也可以 或者到南京也可以 坐一坐 對 怕沒有以備 對 怕沒有以備 就是自己去驗證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講到 講到華為的心機的話 我覺得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線索 就是說華為在短短的時間內 就從去年從MAT60開始的話 一直到現在 出了多少種手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價錢從來沒有便宜過 為什麼 就是說已經是 幾乎就是余聖東講的遙遙領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發展 精品的概念了 這是個趨勢 就是說名牌 以後你要買愛馬仕還是買Coach 你自己做分清楚 另外的話 我再做一個建議 大家到了大陸 找任何的大城 找那個萬達廣場 裡面的一樓啊 全部都是新能源車 大陸的新能源車 你起碼看到十幾個牌子 然後各式各樣的車型 各式各樣的顏色 長者是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我們就不見這輛 還有一陣子 在想的 不見 有聲明 能力 甚至 在想的 海明